觀野的人 開時空的卷竹 是創造一個虛構的空間 用窗的顏色和錯配的觀感 帶觀眾去看一個不同的時空 Hello 我是鄭紅 我是一個香港藝術師 我平時喜歡在街上拍照 例如我回工作或上班時 有很多角落位置 或者某個窗戶 某個門口 我都會拍照 很習慣地抹去很多位置的資料 讓那個地方成為一個 不是很真實存在的地方 還有我很喜歡拍一些 好像這個 它是一個玻璃的顏色 好像模糊了 究竟那個地方 真正的光源在哪裏 真正的地方又在哪裏 好像室內和室外的東西 都好像對調了 最一開始的時候 這種練習 其實都是因為做創作 去想回自己的生活 由自身出發 究竟我想我的創作是說什麼 我之前做了一個展覽 關於日落 它的一開始就是來自 我在地鐵的時候 看日落的情況 就是有一些橙色的光 滲入地鐵那裏 就好像一個 城市人會看的日落 我們想像的自然日落 好像有點不同 好像我們的生活 已經在城市裏面 有既定的一些模式 可能不知道會不會被察覺 但是在我的作品裏 其實都有很多 城市的習慣或者感覺 在裏面 在畫畫的過程中 其實每一個步驟 或者每一個不足 其實都是一個選擇 好像在想著究竟一件事 它是需不需要放在畫面上 或者它曾經在畫面上 出現 它還需不需要留在裏 又沒有存在的痕跡 我想這個山減 或者去決定畫面上 有什麼資訊 都和我拍照的過程 是挺像的 有一本書很影響到我 就是村上春樹的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 這個地方的隱喻 我很喜歡 因為好像 國境之南這個地方 沒有實質的一個位置 但它就是形容著 某樣象徵性的東西 好像我們想要去追尋的某樣東西 或者去找某一個地方 這類符號類的象徵性的東西 其實都影響了我的作品 我第一件事去想 就是這一棟牆後面 其實是一個建築地 我覺得我可以建立一個 是說後面的想像 大館裡面 其實很多拱形的門和窗 這種建築是很有年代感 好像不是屬於我們這個時間點 日夜 光暗 甚至天氣都很影響整個觀賞的過程 甚至是餐廳外面有一些樹 那些影子都會投射到這棟牆 令到這個藝術永遠都在變化當中 日初可能看到那個空間的觀賞 看到很明顯是有一個室內的空間 但是晚上的時候 那些邊界被模糊 好像一隻窗浮在夜空當中 其實在一開始的一些作品裡面 很多都是關於出口 或者想短暫地逃開 逃離去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空間 其實都在問究竟 我逃避的是什麼呢 或者究竟會不會有一個 真是最好的地方呢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